继续 怎么办 请教个代码 好 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筛除电话日证 现在你把人家电话挂掉掉了 你不想又不想让人家知道 所以说你要把电话日证筛除一下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筛除电话日证应该怎么去做 筛除 筛除电话日证 筛掉电话日证 你想筛掉电话日证 首先要知道电话日证在哪里 是不是 首先要知道日证的数据库在哪里 日证的数据库 在哪里 这个对证案是不是已经做过了 咱们在那个添加那个黑名单号码的话 是不是有个通话记录添加 通话记录添加那个数据库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打开 是不是就那个科尼泰克的联系人里啊 是不是有个扣子 打开 这里是不是就转着电话日证 有的说没有 没有是因为什么 是刚生成的 你想最新的话 是不是就把这个文件给它导出来 把这个文件给它导出来 这个文件是哪个文件 找一下这个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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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下 这个 13是吧 好 把数据库给它揪出来 不是这个数据库啊 找出来 是科尼泰克的 是不是他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科尼泰克的第一样 把它揪出来 揪到桌面上 揪到桌面上 好 导出完之后呢 刷新一下就行了 好 现在我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的 大家看是不是刚才我7799 是不是打了很多次 打了很多次 现在就出来了 那7799 打了十几次 打了十几次 现在我想深处这个 第一步呢 这个数据库 我也找到了 第二步URL 你知道不知道 URL 是不是也知道 咱们是不是也访问过 看一下这个代码 删除电话认识 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属于公路的功能吧 它属于公路的功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上次是在哪里写的 哪个道理啊 联系人的道 是这样 联系人到时候 获取这些信息啊 现在我可以再改件事情了 再加一个功能 再加一个功能 就是什么呢 静开方法 是不是删除日志 好 Voyed Delete Log Delete Log 是不是删除电话日志啊 好 删除电话日志 咱们加几个参数啊 首先上下文 是不是必须要有啊 上下文必须要有 分析test 再一个 是不是就是电话号码 是不是啊 是除以Number 是不是号码 根据号码 是不是删除 电话日志啊 好 现在呢 我来一个 注释啊 这个是 要删除的 电话日志的号码 要删除的 电话日志 日志 好 根据 根据Number 就要删除的电话日志 好 根据Number 要删除的电话日志 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电话日志 是不是就这个URL 是不是啊 好 把这个URL先拷费一下 URL咱就知道了 第二步呢 是不是写 事后据来删啊 事后据来删呢 就是什么呢 首先获得谁啊 是不是客人看 他轮流 客人看他轮流 里面有个什么方法 有个Delete 还是RM5的 是不是Delete Delete 把URL给他扔进来 这里是不是就是 为了条件 URL 然后这里写出了 好 这是个条件 根据什么条件来删除呢 我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库啊 这个就是Number Number 我先写个数据库啊 先写个收回去 好 就是Delete From From Cose 是不是 From 这个 Cose Well 条件 是那个 Number 是吧 Number 等于比如说 7791 77991 是吧 好吧 77991 现在 你看这个数据啊 是不是有个77991 是不是77991啊 77991 现在我想把它给删掉 那就先来执行一下 XQ的执行一下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数据的变化 是不是就没有了 是不是 好 这是删除有机的写法 那现在咱不用写完整的删除 也直接删 直接条件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就Number等于问号 是不是就搞定了 对不对 Number等于问号 然后传递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传递一个支付专输组啊 好 把这个Number传递过来 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 这里就直接就把它删掉了 现在如果想知道返回值的话 是不是来个可能 也来个返回值 其实两个代码 是不是就搞定了 两个代码又已经搞定了 好 有问题吗 有问题就说啊 有问题 比如说不合理了 咱就再改一项代码逻辑 没有问题啊 教学的动态 早就跟你说过了 都可以动态去提啊 如果提到的 咱基本技术没讲的话 我只能讲完基本技术 再给你讲这个功能 你比如说滑动删除的 制定用那个事件 没讲是吧 等讲完之后 我再给你讲那个操作啊 所以说你不管什么需求 都可以提出来 好 现在呢 我就想删除电话日制 那就用什么 我刚才封桌的功能 是在封到哪里 是不是 看下这个道理啊 科技 道理 是不是这个道 点什么呢 是不是 delete log 上下文 传递过来 这个号码 是不是就是 我也会被它传递过来 是不是也应该 给它传递过来一下 或者什么呢 或者我再来一个 我不许到这里了 你这是挂单电话 是不是 我挂单电话的时候 我应该再来个什么 是不是 删除电话日制啊 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传递谁啊 是不是 incoming 传递过来 incoming 传递过来 是不是 这个意思啊 好 end call end call end call完之后 是不是 删除日制啊 是不是啊 删除日制啊 好 那大家考虑一个问题啊 现在我挂单电话 没有问题 我电话已挂单了 以后一打电话 我就把它挂单掉了 那生存日制 是不是需要时间啊 生存日制 是不是需要时间 你挂单电话 他说要求 数据困里 去写一个日制啊 你这里挂单电话 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删除 也没有问题 只是你生存的日制 假如你没有来得及 生存 我先掉了 删除来 是不是删不掉 是不是这意思 那我要等一下 你生存日制的时间吧 那你生存电话 日制的时间 要多久呢 你知道吗 是不是不知道 那同样的手机 那如果处理器 性能不一样 生存日制的时间 是不是也不一样 你弄个3000的手机 和30的 80块钱的 安卓手机 是不是底下 就对比出来了 你买个 780的安卓手机 删除 生存一个电话日制呢 可能需要 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那也不可能 等一分钟吧 对不对 那如果电话 性能好的话 可能几秒 就生存出来了 那你等几秒 还有可能 那是 那现在呢 安卓手机 有多少种啊 是不是很多种啊 你把每个手机 拿过来测试一下 时间是多少 求一下平地时间 不可能吧 你又不是做 iOS开发 就iOS开发 这个功能很容易 做 四五六一测试 时间是多少 是不是找一个 最小的时间 生存一下 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就可以做到通用了 这是做苹果开发 很清楚啊 那现在做按照 他妈呢 先模拟一下 先模拟一下 我现在 先模拟一下 这个 等一下他生存日子的时间 来删除啊 也就是我删除 电话日子 跟UI没有关系吧 既然没有关系 我是不是就可以 通过纸线 可能休息一会儿 是不是再删 点START 然后呢 来个 转移方法 是不是 好 转移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在这里面进行什么呢 删除日子 删除日子 但是呢 我是不是在这里面 要休息一下 好 关注内心啊 System Clock 休眠一下 点Sleep 点Sleep 好 休息一个五秒钟 五秒钟 可能五秒钟之后呢 日子就生存出来了 你日子一生存出来 我是不是就把它给干掉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操作啊 好 右键运行 三途日子 需要不需要 全线 应该要有全线吧 咱不知道全线是什么 是吧 好 没必要去记啊 等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真的要 他不会给他报错的 看一下 好 开启服务了吧 好 现在我测试啊 这是logo看的 现在我测试一下 这里出了 好 7799 打个电话 有没有挂掉 是不是挂掉了 那日子呢 德达范是否报 异常了 什么异常 是不是有个全线 因为五秒钟之后 是不是前三 现在等到一会儿 是不是出现这个异常了 好 现在这是什么 是不是算是跟开始 全线啊 是不是写日资的全线 我现在是不是要给他写日资啊 好 这时候呢 我要给他加一个全线 好 这里加一个 优势 叫做什么呢 叫做 软特 科尼泰克 是的 软特 是不是就这个 上面这个吧 好 加一下 加一下之后 咱们再来做测试啊 就挂掉了 因为这个 没有这个全线啊 好 再来一次 好 启动这个服务 然后呢 我DDI完事来测试量 好 打个电话 等五秒 看他有没有报应卡 看这里啊 貌似没有啊 看挂了没有 是不是没挂 五秒钟是不是足够了 出五秒钟 引得出来了啊 现在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首先直接从这里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没有记录 有没有删掉 记录有没有删掉 你不用从这里看 是不是从这个电话日志里面去看 是不是 看一下电话日志 有没有7799 是不是就没有了 是不是删掉了 现在咱们这个还不够科学啊 不够科学 肯定要去啊 我说的不科学 不是这三个一部分啊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咱们那个时间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说这短了是不是就不行了 那这个肯定是指指标不自本的 指指你的手机跑通了 别人的手机是不是就不行啊 好 这时候咱们想一个 两年七米的乱法 这是什么 查询 你要我写个不停的循环去查询 看见文记录 也不太好了 你想想 你想想 你写个不写的循环查询 是不是也是好使的 那你要查询多少次呢 那你是不是写个循环不断的去查 有记录我改善掉 那你写个循环那就坑坑用户了 你这个循环写起来是不是要好电啊 用户用着不能一会儿没电了是吧 查询三个一部分就不行了 找个条件 三个条件就不行了 我知道是 找到了才就不删了 那找过程呢 找到过程里面什么时候找到 那卡呀 那不行啊 你卡呀也不行啊 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长了 是不是也不行啊 时间长的话 大家看 时间很长的话 有可能我把它取消掉黑名单了 是不是 解消黑名单 我一打完电话了 是不是没有这个日子了 比如说你休息一个小时 这一小时 我可以干很多事情 我把它取消黑名单了 然后打了个电话 后来一卡日子 没了 是不是露线了是吧 大家再想想 怎么搞 有一种办法 其实可以做到 什么呢 就是你把日子生的出来 是不是告诉我 是不是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删掉了 那他有那么好 告诉你吗 他确实有这么好 他确实有这么好 咱们在 讲内容提供的时候 有没有给大家讲过 内容观察者 内容观察者 是不是给观看数据工程变化 好 你一变化 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好 我一知道 我是不是就把它删掉了 是不是 好 大家学会技术去运用 内容观察者 是不是就很容易搞定 现在哪有不用直接请了 直接来个什么呢 直接先注册一个 也都挂了电话之前 我先注册 什么内容观察者 注册内容观察者 注册内容观察者 好 现在写一个 写一个方法 叫做 delete log 三国字字 在这里面进行 是不是注册内容观察者 内容观察者 好 内容观察者 怎么注册 是不是 Legist Kernitab 是不是 这个 你想怪他谁 是不是把他的URL给我送进来 这个URL咱是不是也知道了 找到来 Kernitab 哪里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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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是吧 好 现在我把那个URL 拷费一下 是不是 这个 就是监听哪个URL 是吧 把URL写下 把URL就找了 第二个像是什么 像是吧 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 Notify for Detain的 这是什么类型啊 是Bone的类型吧 好 Bone的类型 我看一下 这个Bone的类型 如果为2 改变的是这个字 导致Notification 是不是发一个通知啊 Notification通知 如果为Force 只是改变 那说明2的内容 比Force要多一些吧 那是来个2啊 或是来个紫偶里 那是来个2 第三个像是什么 第三个像是 俄国热门是不是观察者啊 来一个 你有一个 俄国热门是吧 是哪个俄国热门 它的类型叫做什么类型啊 是不是坑探的俄国热门是不是这个 好 你有一个坑探的俄国热门 它需要传递是不是一个 Handler 坑探的俄国热门 给他 可能西部的家欧 导包 然后呢 需要什么呢 是不是需要时间抽象方法 这是什么 是不是时间过到函数啊 加个过到函数啊 什么情况 可能西部的家欧 看下对象 他是不是有公务的函数啊 公务的函数 传递一个Handler过来 那我这个没错啊 我按照他的预法是匿名类对象 看下什么 什么少了个扩号 导致的 导致包了 第三个站的 看一下什么类型 是不是坑探的俄国热门 坑探的俄国是吧 好 你有一个坑探的俄国 是不是就他 是不是就这一个 好 Handler Handler导致包了 现在我来看一下 是不是导致包了 现在我来个Handler 是不是OS这个包里 实力画一下 没错了是吧 刚才找他 好没错了啊 也就是说 这里面传递的是不Handler这些啊 这是匿名类对象 好 说到这里来 再说一个概念啊 现在我构造匿名类对象的话 我这里是不是可以传递一个参数啊 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调物负类的构造函数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在匿名类里面可不可以带参数的构造函数啊 在匿名类里面能不能再生一个和这个参数一样的构造函数 可不可以 这是以前那个面试题啊 看你的基本功能如何 看你的反应速度如何 有些问题你不一定会听过 但是你一定要反应快一些 当然马上想一下 匿名类 是不是匿名类 是不是没有名字的类 那你马上想到构造函数是不是和类名一样 那既然类名都没有 你怎么生病构造函数 是不是冲突了 所以肯定都不能生命了吧 对不对 人家问你就看下你的反应能力如何 他肯定是不可以生命的 因为他就没有名字 你怎么生命过到很多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实验抽象方法 现在哪个方法 是不是二七的方法 好 你一改变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好 我现在一接收到这个通知 干什么活 日志发生变化了吧 日志发生变化 日志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之后怎么办 是不是删除日志啊 好 删除日志我需要传递来 是不是传递一个号码过来 是冲一个 呃 Number是吧 是冲一个Number 好 现在我的删除日志的话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ComingNumber 好 给它传递过来 好 现在我删除日志不靠这句话在吗 好 把这些大码送到哪 是不是送到这里了 日志发生变化 我怎么删除日志了 好 这个是上下文 什么情况 这个 这个Number是不是给它支撑离来 三楼类型 把Number给它传递过来 是不是就行了 肯定太子导包的话 可能需要加欧导包 是不是就这个 好 日志发生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就把它删除掉 就把它删除掉 好 删除掉之后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我注册内容灌达的了 它是不是一直能隐了 只要有日志变化 是不是都把它给删掉了 但是没关系 我这里是不是有号码都会过滤 你把号码传递不过来 是不是就也可以啊 但是最简洁的办法是什么 你完成你的功能了 你看 每次我来删除日志的时候 是不是都来个注册 所以说你完成你的功能之后 你要干什么 取消注册 是不是点IMI几十 是吧 我们写到注册里了 好 来一个 点IMI几十 跟他人 是不是来个类似啊 是不是取消注册 好 取消注册 就可以了 好 现在 咱们再来看一看效果啊 好 先控一下 我再穿这个模拟鞋 好 看下这 好 好 现在可以了 好 可以了 咱们跑一下 好 把它运行上来 咱们看一下日志 能否删除掉啊 先咱们再找一个新的数据 找一个新的数据 好 这个是先启动一下服务吧 好 服务现在已经启动了 先咱们看一下数据啊 刚才是7799是吧 9876是不是也是全部来捡 先我弄个9876 9876 我打个电话 我 我 我 模拟器还没开启是吧 把他打个电话 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电话 也说这个电话没打来 是不是 比如说我换一个 有有有有 好 打个电话 他这个模拟器是不是就有了 是不是 说明这个电话已经被拦截了吧 好 拦截之后呢 我这里面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一下这个电话日志有没有 9876是不是就没有啊 好 这个日志是不是就被干掉了 好 这是什么呢 这个干活要干得干净一些 是不是 好 这是这个电话日志的筛途